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他列出了很多具体的金额 钱 他们整个列举了这些 而当时的那个氛围给我的感觉就是刚刚要说到 就是围绕着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刚有说法 所以给我当时的体会就是说 作为中共上场我讲过 这个离岸资本这件事情是曾庆红江泽民的一个很强有力的杀手锏 但是呢 又打极了 打红了眼了 打红了眼了 所以就把自个儿摘得太干净了 把自个儿摘得太干净了就变成自个儿是更坏的 这个都是相生相对应的事 所以这个世界的舆论呢 一窝风呢 就拐了弯了 不管离岸资本有多少钱了 而是说为什么没有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 薄熙来的名字 这些家 就江泽民的家族里面的 这个势力里面的人怎么那么干净 这事就麻烦了 对不对 这事麻烦就 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这么个做法 那为什么做成这样呢 打极眼了 打极眼了 就变成不管怎么着了 砍人一刀是一刀了 就出了事了 结果呢 在这个之后不久 缓过神来了 在过年前后的时候 围绕着曾庆红 江泽民的消息就出来了 包括有一个网上有个漫画 说这个是个连衣裤 挂了 就挂得上连衣裤 那个连衣裤的特点呢 就是腰比较高 对吧 那裤子腰比较高 说腰为什么高呢 这穿裤子这人没腰 那什么东西没腰呢 癞蛤蟆没腰 后来又不 陶哥这挂了 蛤蟆挂了 就有一个挂起来 饶舍在船 所以这个概念是同时间出现的 那黄华华举报的信呢 结果今天我看到了 据说在争鸣杂志登出来 争鸣的报道题目是这么说的 黄华华向中央举报曾庆红 李长春 黄华华在这个写给中央的信当中这么说 黎退休党政国家领导人亲属 在广东设立3270多家公司 操控70%的地产基建项目 操控60%的金融证券业 他还提到在广东省发迹 并且拥有10亿元以上资产的党政国家干部家属 由6000到6200名以上 这如果这么详细的数字 他是广东省省长曾经的 那你就怎么玩吧这事 对吧 这事怎么玩吧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反腐最后是把整个共产党的东西给劈开 才对 那这样的一波又一波的出现呢 一定有着背后的故事 我还是说那句话 天灭中共 这叫天灭中共 我曾经说过一词 什么叫天灭中共 叫人心所向 对吧 上期节目 我曾经提到批这个思想的说法 思想是外来之物 思想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思想是被教育被灌输的过程 当被教育被灌输的过程的时候 是生命当中外加的 对不 而在今天 人们抛弃中共 却是你生命内在的根本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人本性的东西 是超越于思想的 你想过吗 你可以说自己是无神论 但是你内心中 本性的一面 却知道共产党是邪恶 如果你知道共产党邪恶 人性的一面对称过来 而你又不能够退出共产党的话 就是你后来被灌输的思想 把你人性的一面 给强奸了 给附提了 他不是真实的女 黄华华 2011年11月辞去广东省长一职 曾经引起外界震动和猜疑 今天再次再透过香港媒体 爆出惊人内幕 即将全退的全国人大 华侨委员会副主任黄华华 于1月下旬 向王岐山递交了一份 至中共中央政治局 人大常委党组 中纪委的信和附件 长达4万多字 举报党组内高层 在广东贪腐情况 内容触及惊心 猛戳了一批 中共中央大人物 1月下旬给的信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立案资本被曝光了 而黄华华触及到内容 是完整的江泽民派系的人 所以我一直奉劝大家 退党退团退队 在共产党正式崩溃的前夕 你能做出这样人性的选择 是对你生命的尊重 是你生命本来的 真正的那一面的尊重 在这样崩溃的环境下 你今天还想在这个背景之下 去捞一口筋 吃一口肉 占一个女人的便宜 你是天下最大的傻蛋 那争命杂志提到消息讲说 黄华华在一共四万多字的信件 包括四个部分 其中第三个部分写的 党内高层 在广东的特权贪婪腐败的典型情况 他说到2011年底 已经离退休党政国家副总理级 副委员长级 副主席级领导人配偶在广州 深圳 珠海 中山 佛山 湛江拥有别墅和豪宅85座 已经离退休的党政国家省部级高官 在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湛江等地持有别墅 1170多座 2012年6月底 在职的党政国家副总理级 副委员长级 政协副主席级 及其配偶 在广州 深圳 珠海 拥有别墅豪宅37座 那 党政国家省部级官员 在相应的地方拥有豪宅别墅 850多座 被点名的人 曾庆红 唐家璇 肖阳 李长春 贺国强 刘奇 张德江 张高丽 李建国 和杜青林 他说的名单当中 还提到了现在 湖北省委书记 李鸿忠 和原来广东的 Toroto 朱明国 等等这些人 包括周小川 吴志明 吴志明 是上海市的 原来的政法委书记 所以填补了 整个江江帮的人马 那中国富豪到底弄到海外多少钱 数字不一 各种说法都不一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新闻网登了一条消息这么说的 中国富豪有4000亿的资产藏在海外 文章讲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的新富阶层迁居海外 投资一国 他们已将超过4000亿应该是美元了 搬出了中国的藏在海外 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富豪正在考虑或已经采取行动 移居海外 估计这个数字金额在三年内还会翻番 中国富豪在海外投资 尤其重情于房地产 那全美的房地产的商的协会指出 到去年三月为止的12个月来讲 中国富豪在美国的投资住宅总金额超过了80亿美金 那他也提到说造成这样的原因 是跟过去一年里习近平反腐有关系 反腐就要如何如何 大概就说这么个数 但至于资产有多少 我记得在谈到离岸资本的时候 曾经提到大概有1万亿资本到4万亿资本 而这样的数字有不同的人说 可能涉及到6000多亿美金 所以这个数是虚的 这个数是虚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蒋洁敏给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在08年时 在悉尼买的那个房子 而他用的名义是中海油 是中石油 中石化 对不对 那是国家资产 而他转到了个人资产上 换句话说 今天以国家的大资产为名的掌控下的资 这些钱 有多少钱可以分分钟就转成个人名下 而他拥有这个权利 别人又不知道 我提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到底有多少钱 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两个小时之内 被人转到个人名下 那你说 国内要不出事 或者说在某一个坑截上 大家一块转钱的时候 你说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就我说 如果抛开 这都是具体的现象 在这种具体现象的背景之下 曾经有人说过 我昨天看一篇报道 今天中共的利益集团 就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 那我多一句就是老百姓 你还是退党了 没人跟共产党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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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